一鸣节是客家人最重要的节日 每年农历7月20日 各地的客家人都要到新浦一鸣庙去拜拜 新浦一鸣庙是客家人的圣地 每年农历7月20号一鸣节的时候 来自各地的客家人一下子全挤到这里 灭坊将后山整理成有小桥流水的花园 还有适合儿童游玩的游乐场 其实除了一鸣庙之外 新浦建筑窝也是非常适合全家游玩的地方 像是制作竹子边城的农场 开放民众自己制作传统的客家米食 新浦保留传统客家农村的风味 对散居在各大都市的客家人来说 正好可以回味小时候的生活情形 让一鸣节过得更有意义 民視新闻叶欣凯新竹报道 身为客家人的导演彭启元 二十几年以来全台走透透 将客家族群的点点滴滴 都用摄影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这是导演彭启元进入台北南机场 客家庄里所做的实地查访 二十多年来 他将客家人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用摄影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 长久下来 全台走透透虽然辛苦 但是彭启元只要想到 能够与住在不同地区的客家人 真情接触 他就感到很幸福 彭启元说 目前从事客家纪录片工作的人屈指可数 所以身为客家人的他 对这一份使命 将客家人应景的精神和可爱的一面 用影像继续保存下去 民視新闻徐心权陈晓清台北报道 去年才更成立的北区客家文化会馆 目前担任第一任的馆长 是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乌淑兰 他外形活泼也时髦 黑色上衣红色窄裙 再背上一双高跟鞋 这身时髦装扮的女子乌淑兰 二十八岁的他目前是北区客家文化会馆馆 年纪轻轻就当上第一任女馆长 乌淑兰说 全民他对客家文化的热爱 去年才刚设立的北区客家文化会馆 馆内外设计和展出 几乎都是乌淑兰的新点子 他都在乌淑兰 非常有名 健康有活力是乌淑兰年轻的本钱 他说他会一直继续努力 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客家文化之美 民事新闻许新权陈晓清台北报导 新闻许新权陈晓清台北报导 这一点通常释出ающ斯阳 Shock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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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